尤其和小四真的是玩得越来越化了 为了哄老公开心 小四竟穿上了女高的校服 躲在阴暗的角落和男主玩起了接吻 这天小林突然找到前台工作的小四 表示男主可能已经被女高的学生迷了心窍 毕竟高中的女生都非常可爱 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为了夺回男主的真心 就需要一眼还眼以牙还牙 说着小林不知从哪拿出了女高的校服 请求小四立马穿上 这样一来一定能把男主迷的神魂颠倒 然而小四却说她之前穿过校服 所以她觉得换上了也没有效果 但小林反驳换装不论玩多少次都不会嫌多 于是在她的一番软模硬泡下 小四只好答应了小林的请求 与此同时另一遍 男主和小药还在聊着学校里某位学生很厉害的事情 也就在这时小林走了过来 提醒男主是不是该和老婆去购物了 并表示小四已经下班 现在就在屋子后面等着男主 闻言男主也没怀疑 说了声谢谢就向后面走去 来到后面的男主刚想打招呼 可看到穿着校服的小四后 他害羞的简直快要爆炸 夸小四非常可爱的同时 询问老婆这样穿着去购物真的没关系吗 听此小四表示肯定会害羞的要死 既然如此 男主提议就在这附近散散步 见小四如此抗拒 男主赶忙解释不是老婆想的那样 随后邀请小四来屋子后面偷偷地拍 可在这么昏暗的地方拍照 小四觉得更可以了 对一起坐牢 すがさちゃんが行けないんだよ そんな可愛い格好するから ドッて まさ君が可愛い女子高生に囲まれてるかと思うと 少し不安になっちゃうんだ こんな可愛いお嫁さんがいるのに 女子高生に目が行くわけないじゃない 本当に? 本当に スカサちゃん可愛いよ こら変なとこ触らないの